救護車貨爆到場 抄上門口早就撞得一團亂 銀色轎車還歪歪斜斜停在門口 一名婦人被抬上單架 送上救護車 全身貪軟 一動也動不了 救護人員趕緊幫她戴上呼吸器 押胸CPR 結果依舊送意不至 死者是她 四十一歲的正姓婦人 在台中工作 前一天才回到台南 幫兒子過十八歲生日 婦人已經離婚三年 跟兒女感情都非常好 照片中時常母子三人一起出遊 把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 照片上滿滿都是笑容 而十五號一早就陪十六歲女兒 來參加檢定考試 婦人到超商喝咖啡 吃早餐 一邊滑手機 瞪著女兒 還跟表姐傳訊息 說還好有超商可以坐 她為了等女兒要坐到十一點 已經坐了快一小時 表姐還打去說是不是快睡著了 訊息顯示九點十一分 但就在十幾分鐘後 婦人就被撞死 這也是她留下的最後訊息 你要倒出一下 有 有 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家屬說雖然死者的兒子已經滿十八歲 但女兒非常依賴媽媽 結果考試出來 卻已經見不到媽媽最後一面 一家三口從此天能夢碎 家屬更難以理解的是 一個人在超商好端端的喝咖啡 既然也飛來橫禍 一定要肇事者給個清楚交代 記者 賴冠章 王嘉慶 王書宏 ASM小組 台南報導